好,我们另外看到云林县民众将会在星期天 为云林的开台尊王郑成功举行过炉仪式 其中一大亮点就是点焦金牌 价值五六千万,重达数十公斤的金牌 一个个当场融成金条,让人大开眼见 而这项延续百年的野金过炉,独特宗教仪式 将申请登陆成为无形文化资产 一片又一片的金牌在民众的见证下 当场融成金条 静光闪闪让人打开眼界 由云嘉地区的姓仲每年轮流供奉的开台尊王郑成功 在二十八号举行过炉大典 其中最特别的仪式就是点焦金牌 并且将金牌组成金条 今年的金牌是今年的金牌 所以今年的金牌都要成金条 然后今年的金牌 我们在国家金牌 今年的金牌金条 这里又过一年 然后再拿金条出来再赢 所以他年复一年每一年都会进行一个荣经的仪式 郑成功来台后以国姓功被信徒供奉 后裔家族共有五位兄弟分别居住在云林嘉义一带 每年都会由这五房轮流建造神坛 供奉国姓功 而卸任后的卢主和信徒都会打造金牌还原 今年新卢主表示捐出的金牌架上神桌 全数花费达五六百万元 今天今年刚才我当努力 我刚刚刚成为主委委员 我说我今年都会做新华 台湾新华 还有金牌我今年是给他打了三十万元 由于历年信重还原 所捐的金牌约有数十公斤重 价值达五六千万元 清点过程警方一点也不敢大意 更派出警员现场戒户 除了将金牌融成金条存放 也会把金条变卖给信徒 所得的钱再用来赠灾 这项融金救难的独特扇行 也让当地希望能将这项传统 列为无形文化资产永久流传 林荣报蔡维冰云林报导